是教室喔? 為什麼? 那發生事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教室? 等一下 我不懂 發生什麼事了 好 我們要被傳送進來了 完全沒有Gate到那個點 這應該是那個誰? 西川林 打從一開始他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就已經去世了吧 然後那個叫做 然後那個人進來看到那個畫面 然後就崩潰了 白旗 為什麼? 為什麼? 凍結在這一刻 說了什麼但聽不到聲音 打不開 左上 白旗跟西川確實是鄰居來著的 對阿 然後呢? 把他出來了 要把他們兩個做調換嗎? 然後這邊變西川 燒死的差不多了 至少最後的最後 讓我待在你身邊吧 一句悲傷的空殼 一句悲傷的空殼 6月7日 那那個日記又是怎麼回事 那那個日記又是怎麼回事? 他在這邊把他肢解了嗎? 雖然想要你一直飄飄飄亮亮下去 嘿咻 不 不過這樣下去會被其他人發現呢 他們兩個一定有一腿 壞掉的空殼 這兩個鐵地有一腿阿 喔天阿 進入一空殼的時候 是進教室的時候 那是剛剛阿 阿對齁 他是在C教室的時候 不要找了 你不是一直待在身上嗎? 蛤?三小 我要宰了他們 小林最近看起來不太對見 明明在我面前都不會這樣 偷偷跟在後面才發現走路一拐一拐 一定很痛吧 所以他們進入哪邊 再回到哪邊 就是那個關鍵點 他不想讓我知道 我就不會去問他 但發生了什麼 我一定會查清楚 喔他說找了 是不用找他的日記了吧 在面前搭擾精神 想裝作什麼是沒發生 心好痛 雖然小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 但經過伯父的事情 明明只剩下我了 為什麼不找我商量 我絕對要宰了他們 我絕對要宰了他們 好 可以進來看了 白旗與一名女孩的合照 從今以後也要一直在一起 那是七川嗎? 他們小時候認識了 你是誰? 你許願了對吧? 那麼算你就是救館的幽靈 就叫我代行者吧 鷹井果然有問題 這個完全不意外 信息發出去了 對於鷹井有問題這件事情 真的不意外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從哪邊進去 就從哪邊出來 就是 你從哪邊進去 你要定在哪邊 然後在那邊匯合 這我倒沒想到 在玄關等 怎麼等都沒見到你出來 就算是現在我還是後悔 接了這個委託 對不起 自你一個的遺險地 真的不意外 對不起我沒想到 受傷了嗎? 不愛是 等等 其他人呢? 沒看到 可能在其他地方 或是沒有逃出來 現在的話應該還來得及 我去一趟10C教室 穿上你在外面 我們會偶爾一起過去吧 好 啊對了 我拜託BOSS的遊戲 都什麼時候了? 那個回去再說啦 好啦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意外說 不意外說 不意外說我那個 忘記這件事情 還是不意外說 那個叫做 殷景的傢伙有問題 殷景有問題 這個真的是一點都不意外 跟著石川 石川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走吧 然後就倒了 這麼好騙這棒的大碼 那請問一下 剛剛是誰叫我用的 啊? 操! 啊不是叫我跟他走 哈哈 還好我有存檔 我幹欸 PASS了 想贏我啊操 我就知道你那媽又來玩我 來啊 這邊上我啊 快點 Do your best 欸他會突然加速衝刺欸 討厭 啊走側邊 人家明明就寫在上面 我為什麼要往下走 我是第一人是不是啊 卡住 現在 你剛剛去哪了 被困住了嗎 對 我們一進來回頭 就發現你不見了 PB說這個該怎麼辦 這個空間要消失了 最後一次機會 跟我來 動不了 為什麼動不了 你說呢 救救 我看到你的腦殼了 我看到你的腦殼啊 填到他 姑且確認一下 我拜託你的遊戲 啊 有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次的委託隨著我和陰井逃出 終於落下帷幕 和之前不同的是 這次有兩人分的證詞 還原了大部分的經過 至於填到他們 就像人間蒸發般消失的無影無蹤 就算把真相說出來 大部分的人也不會相信吧 根據岸本老師的證詞 白旗和西川的門牌被對掉 而白旗疑似自殺 被發現沉屍於西川的住處 西川則是被分成許多部分 自於冰箱中唯獨少的頭部 對嗎 所以他那時候就已經死掉了 事件似乎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但對我來說 還有許多疑點無法釋懷 還沒結束 沒有了有了有這樣的預感 對啊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會懷疑陰井實際是有另外的問題是 你們還記不記得前面有講到一件 就是他們那一個舊色樓的鬼魂 是在去年的時候才出現這個傳聞 鷹井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現了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這兩者之間有關聯 那才是我那時候懷疑他的原因 我那時候想到這一個 那幹那個鷹井絕對有問題 幹我不敢跟他走 不是那個誰應該有問題 我不敢跟他走 可是鷹井他那個 就是有問題一點都不意外 果然還是習慣這一套 可是你穿那一套比較好看 我去一趟學校 雖然還沒休業室 但已經可以不用去了吧 不如在事務所休息 玩玩遊戲什麼的嗎 呵呵 這真的辛苦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帶薪休假之類的 先不說能和BOSS那麼大方 但最近不是接了一個大恩子 一個人忙得過來嗎 呵呵呵 沒事我已經找到 卡卡了 是一個叫做野口的男人 最近會跟他接觸 野口嗎 這次委託人好像給了不少甜了 叫導師來著 所以接下來就要講到那個野口他們的事情了 應該這樣講 野口他們的事情是 他是很後面才被作祟 在前面的時候是已經發生密室殺人案 就是在12 欸他說6月15號左右來著的 那個密室殺人案 對導師野口 嗯 光定金就抵兩三次委託了 既然你說沒問題那我就出門啦 早點回來啊 找個人而已 他要找殷景吧 如果他也找得到的話 明明在那之後都沒來過學校 怎麼會突然想找我出來呢 偵探小姐 為了確認事情 花了點時間準備爆了殷景同學 還是要叫你救管的幽靈呢 哼哼 你都確認些什麼啦 他們的黑盒就是從你這得到的吧 不管是A班的蒼橋還是西川 你甚至接觸過菅野老師 最晚的幽靈這個傳言也是你散播的 目的是為了找出符合條件的人 如果有機會你就會去接觸他們 如果還差一點 他就會臨門湊一腳 今年5月從欺凌的檢舉到匿名調查結果的調包 就是殷景幹的 都是你幹的吧 哼哼 嘿嘿 以上 是我毫無根據的猜測 哈哈哈哈 雖然沒有根據 但其實已經 那個 確定十有八九了 很有趣的故事喔 如果沒事的話我就 告訴我一件事好了 奇怪的使用方式 詛咒一樣的結果那到底是 不是使用 是獻祭 不是詛咒 是 是什麼 講出來 幹 幹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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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講出來 啊 媽你這生孩子 變太監的傢伙 聊天 為什麼要來玩太監梗 下面沒有了 啊 好想知道 欸 平衣嗎 不知道 並且說平衣我倒覺得比較像咒怨 因为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像那个序章的时候也是 序章那个时候 是 那个受害者他老婆 报仇 然后在这边的话 先是苍 苍什么来着 我一直忘了他名字 不要讲 让我想一下 苍桥 苍桥他报仇 他献祭自己 然后取得报仇的力量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再来 西川是没有啦 可是白衣 白白白白白旗 他也选择献祭自己 然后 然后 然后也去做报仇的事情 把那三个通通干掉了 所以我觉得 以及说是平衣 到比较像是咒怨的方面 我是这样觉得啦 他虽然没有讲 我好在意哦 喔喔喔喔 finan roughly 下一章节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我还能记住那个地方 我也觉得蛮佩服我自己 我自己的 不好意思ян Lynch 在信任结果前 说好的额外剧情 来吧 真是疯了 我怎麼會躺到這堂渾水呢 呵呵呵 應該沒有人追上來吧 喔 這是那一個箱子的事嗎 躲到裡面了嗎 這次可不能就這樣算了 跟那個箱子有關嗎 我就知道你能找到我 完全被你利用了 虧你還把我耍著玩 結果是這種下場嗎 我還沒附呢 那個身體的聲音越來越小 不知道 平一 我覺得趙燕跟平一應該都有耶 他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平一還是那一個 他說過想要抬鋼琴 你該不會 保險一下密碼是他的生日 這個是 那個誰嗎 他的媽媽嗎 潛居的媽媽 事務所你好 0.5下輸入 I S H I A A 這位是誰啊 這位又是誰 七川喔 十分徹底不知道啊 下一個目的地啊 結論上來說很難相信會是人為造成的 這場做久都遇到常理無法解釋的事 下一頁附上要請你去調查的目的地 延期 延期最後的訊息 希望不要暈船 要開始忙起來了 這是序章那個時候的吧 序章那個結尾啊 圖花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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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